4月3号 两岸王室宗亲分别在福建福州和台湾台中两地通过网络视频连线的方式 共同举办祭拜开敏三王的祈福活动 上午10时 敏台两地连线共祭开敏三王典礼正式开始 在福州敏王纪念馆内 由福州市敏台王审之研究会组织的少量宗亲与信众代表 和台中主祭官王建坤领的台中祭祀官通过互联网送读祭词 随后 福州台中先后进行上乡献礼仪式双方相互观礼 祭祀礼仪完成后 福州会场现场演唱了 王审之信俗非疑文化主题曲《海峡两岸共明月》 这次就是说我们通过直播的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在云端让我们在台的30多家我们的这个中庆会 以及我们的三王的宫庙 共同大家发动大家共同在晚上来观看 来留言 我们特殊时机呀 特殊的办法 我们台湾呢 组织一个组合想 我们福州这里组织一个组合想 我们跟两个嘛 两岸是一家亲嘛 这组不能够间断 美国呢 后大人继续花样 把他这个花样关大了 活动当天 海峡两岸超30万人通过新媒体直播平台 共同参与了本次线上祭祖祈福活动 据悉 海峡两岸共同祭拜的王沈芝在唐朝时期主政福建30年 使福建告别蛮荒海鱼成为海滨邹鲁 被尊为八敏人祖 在台湾地区也有子孙后裔约100万 台北 基隆 新竹地皆有供奉王沈芝的宫庙与祠堂 王沈芝信俗飞移文化两岸交流系列活动已开展11年 今年将申报国五批国家级飞移